Auto filter就是筛选 就是你按下筛选 A1按下去 然后筛选按下去 筛选按下去之后就有箭头跑出来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去筛选 筛选的时候我比如说找小张 这边的话criteria本来是小张 我只是把这个小张改成 改成X 所以这个数字都可以改 另外Field是什么呢?Field是栏位 第几栏你要筛选的是哪一栏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将来要筛选 产业别的话 那因为他在第四栏所以你改成4就可以了 马上就可以改成 产业别筛选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没有太困难的东西啦 其实就是这些 然后筛选之后的话 再来把因为会筛选出一个结果出来 然后游标再放A1就我刚刚做的嘛 再把它全选 因为筛选出来结果我要把它 放到另外工作表 所以呢我就全选就这一行 这一行基本上 跟上个礼拜的不也一样吗? 就那一行嘛 就Ctrl Shift加1跟D 所以基本上都一样 只是说你把注解放上去会更清楚 再复制这个也一样 Ctrl C 插到这个如果说我复制之后 那我不是就跟上个礼拜一样 第一季的东西要贴到第一季 那如果没有第一季 要新增一个第一季 那这边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 JR一模一样 Add 这个应该都看得懂 After 就在什么呢? 最后一个帮我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名称叫什么呢? 名称叫做X 如果叫小张就小张 老王就老王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呢 我把它圈起来部分都是变数 利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可以做出很多东西 然后呢 再贴上去不就对了 贴上去之后的话呢 自动调整栏宽 因为你录下来 反正就自动调整栏宽 就这一阵子 这个好像前面好像是 这个好像前面没讲 没用过 自动调整栏宽 特别注意 如果各位对于sale不熟的话 基本上自动调整栏宽 就是我们假设筛选 比如说筛选 然后针对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今天英雄好了 按确定 那他就把英雄筛选出来 那游标放A1 Ctrl-3加END 然后再Ctrl-C 那因为复制之后的话呢 新的工作表 新增一个 再Ctrl-V贴上 他的那个宽度会不一致 所以要自动调整栏宽 不然你要一个个慢慢调 让菜单费时间了 所以你可以常用里面 有一个这个 如果不太熟悉的同学